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是12月13號 星期一 最高溫度8度 最低溫度0度 是一個很sunny的星期一 上星期六 多倫多刮了很大的風 每小時90公里的時速 很多地方斷電 大樹刮島 我有一棵spruce tree 在門口 所幸就是大樹沒問題 但是也刮下了一些小樹枝 有一棵比較大一點的 我一看到就給它廢物利用 擦到花盆裡面 實際上很多松樹 薄樹 長綠樹 樹枝 刮下來的或者說你給它修剪 都可以在聖誕期間 新年期間擦在盆裡 做成一個聖誕樹 裝飾一下 實際上我右側這一枝可以剪掉 但是這樣伸出來也可以 那我就給它擦在盆裡 像種了一棵一樣 然後再掛上了一些小裝飾品 小裝飾屋 你看就是說這樣就說 就是門口像一個小的Christmas tree 所以我還沒有穿上燈 實際上你也可以給它穿上燈 網上點亮 好 就今天隨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個 隨便剪了一段的素姿 裝飾了一下家門口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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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